王敬凯 他在酒吧做著唱的第三年 在初雪这天 遇见了一阳千玺 他不知道面前 这个长着没心智的男人是谁 但是觉得他很好看 躲开酒吧的灯光和城市的喧嚣 静静他在角落里 听王敬凯唱歌的样子 很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我想要爱着你 无论相信不相信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我多想你的感觉 分别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愁 那天酒吧打烊 王敬凯收起吉他 正准备回家 那长着没心智的男人 趴在角落的桌井上 似乎醉了 似乎醉了 王敬凯想了半天 男人歪着头向他伸手 也让晨晰 你不挽着我的衣袖 然后好像还说了很多话 很多很多 不外乎就是 从第一眼见到你 就特别喜欢你 就是没人可以代替这种喜欢 我喜欢你 反应过来的时候 反应过来的时候 易阳清喜已经说完了 王敬凯只捕捉到了最后三个字 好不好 鬼使神差的 王敬凯点了点头 易阳清喜看着他紧张的样子 笑了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懂什么 喜欢的 我逗得 你 看着万一 我 能不能 上司 想 为何 一样千玺 大概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讲究的流浪汉了 总是衣冠楚楚的样子 你完全想象不到 他住在怎样狭小逼坐的地方 二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 总是停留一个月就走 王静凯辞去酒吧的工作 拿飞镖在中国地图上 扎目的地玩 最后扎中的是一个南方小城 和帝都还有些距离 王静凯很喜欢那 王静凯回头 问正在收拾行李的易烊千玺 怎样 易烊千玺将床头的青松熊 整整齐齐地放进那感香 好 换着我的衣袖 我会放手揣进鼓动 走到雨淋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前往北京方向的旅客 请注意 您乘坐等 王静凯大包小包赶来火车站会合的时候 易烊千玺早就拿着车票在等他了 旅途中的易烊千玺显得很兴奋 他说 每每启程 赶往另一个未知的城市 总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王静凯想了想 大概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安定下来 有了自己的家吧 这个答案显然易烊千玺的 背道而驰 于是 王静凯没有开口 买醉过几个夜晚 喝几杯咖啡 喝几个人聊天 南方小城的夏夜 总是闷夜 王静凯二十一岁的梦里 有星星 有枝梁 游伴着重眠入梦的摇篮曲 还有一个用蒲扇 为他驱赶闻营的男人 就好像 自己真的有了家一样 经历的狂欢在青春快失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静凯和易烊千玺在一起的第三年 来了一个自称是易烊千玺母亲的女人 开一连亮红色的马沙拉帝 和易烊千玺一样 长着一双盛满星子的眼睛 易烊千玺不喜欢她 叫她走 那女人也不老 只是一个劲儿地说 千玺 妈妈等你回家 多好啊 还有一个人 攀着你 回家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把全生的我都活过 请往前脚 不必回答 在终点 等你的人 威胁我 王静凯退了下个月的房租 开始收拾行李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懂什么叫对不起吗 王静凯低着头 没回他 你说话呀 过了很久 王静凯哑着嗓子说 其实 特别的累 我有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你懂什么叫我爱你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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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像那个女人一样 假装关心我 假装捧我 你根本就不是真的在乎我 你不要再假行星的了 是 你住处的身体 你住的憋 你养的 我 有什么 希望今天能长得很高 然后唱歌跳舞都不落下 然后能每天都开心的就是把自己心里的话能说出来 好 谢谢 谢谢 全世界路过 把全上的我都过过 请往前走 不必回头 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一阳千禧 真的走了 窗头的笔记本电脑 还停留在音频的剪辑界面 是一首歌 王俊凯颤抖着手 始终按不到鼠标的左肩 他知道最近一阳千禧 没日没夜的挣钱为了什么 他也知道 从来飘泊不定的游子 是真的想给他一个家的 但王俊凯 到底做不到那样自私 他也害怕 他怕一阳千禧 只是任性而已 他怕时间久了 他还是会被抛弃 爱的那我可以 给你一方天地 这一方天地 属于你 你也不要看四周 四周差的有点多 爱人啊 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拿下河流 你就是潮汐 我拿下KTV 你就是妈咪 爱人啊 是远子里的车 总会属于你 是你两个人 我分开去 不知道哪里 而身在这一方天地 是我仅有的梦里 爱人啊 你可以 不用珍惜 而身在这一方天地 是我仅有的梦里 爱人啊 你可以 不用珍惜 又是一年初雪 还是当年那个酒吧 只是台上那个人 已经不是他了 绿草如荫 月光白亮 洒满了 酒吧门口 坐着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 抱着一只玩具熊 说着奇怪的话 多少每一口 可是青松熊啊 他不会说话 把变幻的脚步 让我喵喵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填抹在越过 入睡的夜里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 我们流远 我们流连忘返 在北加尔 混合 在北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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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